做臺灣的服務 請各位朋友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蔡總統上臺來致辭 歡迎蔡總統 我們立法院 蔡副院長 黃董事長 還有我們在座的各位台飛公司 這段時間 大家都全心全意的在防疫 我們也舉行了好幾次的國安高層會議 在國安高層會裡面 我們談到除了防疫的各項準備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人民生活的穩定 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人民生活的穩定 這個當然包括了我們重要的民生募資供應的穩定 尤其是糧食的安全 這是我們在整個防疫期間 除了在醫療 公共衛生層面的準備之外 我們在糧食 還有民生物質供給的穩定 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在這段時間 我們也注意到了 就是說 肥料在這段時間好像有些囤積的現象 剛才主委也說了 蔡副院長也說了 確實在農民心裡是有一些恐慌的情況 造成我們肥料的囤積 我要在這裡跟大家說 請大家放心 我們肥料一定會有足夠的供貨 但是要請大家合理的來使用這個肥料 更重要的是 千萬不要囤積 因為囤積並不能夠讓各位的生產會更有效率 事實上 在我們從下個禮拜三 也就是4月15號開始 所推出的這個制度裡面 這是一個實名預購的制度 剛才我們的署長已經跟大家報告過 在這個實名制以下的操作方式 所以 從下個禮拜三 4月15號開始 我們採行實名制的實名預購的方式 我們每包的肥料補助20塊錢 這20塊是直接賄賂我們農民朋友的帳戶 剛才蔡副院長很清楚地講出一件事 你現在買太多 都不如等到我們這個實名開始實施以後 我們以更合理的價格 而且來鼓勵大家來合理使用肥料 而且按照自己的需求來買肥料 讓我們整個供應可以更穩定 另外 我們剛才也聽到了台北公司的簡報 也聽到了農委會的簡報 我們製造肥料的原料 不論是庫存量或者進口的情況 我們都保持正常的情況 因此囤積真的是不必要的 搶購更是不必要的 我們也像我剛才講 要請我們各位農民朋友 要合理的施肥 讓消費者可以享受新鮮安全的國產糧食 那我們的肥料的原料 庫存很充足 還可以一直用到我們的年底 那原料也是從很多不同的國家進口 那中國進口的原料其實佔的鼓勵並不大 那我們也能夠充分的從各個國家 取得我們製造肥料的原料 所以肥料的供應是不需要擔心的 那我們台北也超限部署 積極的充實各項原料的庫存 還確保我們農民未來的需要 那我們的一切的準備 事實上不是為了這個短時間的疫情的期間 事實上我們還為了讓我們的供應更安全 所以我們還剛才講的超前部署 那我們的糧食公益包括肥料的供應 我們已經都超前部署到今年的年底 所以相信我們的民眾聽到這些消息以後 請你會比較安心 那這段期間我們最辛苦的大概就是我們台肥的同仁 我們的臺北同仁還有我們相關的肥料的供應商 近來應該都是假日都沒有休息 然後一天都工作24小時的這個輪班的工作 都非常的辛苦 不要忘記各位也是我們抗疫情的國家隊的一部分 所以要謝謝我們在肥料供給上努力付出的 我們國家隊的各位成員 謝謝大家在這段時間的努力 那我們除了肥料的情況以外 這裡要附帶議題 因為我已經有好幾次了 就是不論是我們台肥的總市長或者是我們的署長 一直要提的一件事是說 我們當然可以使用已經辦好的副肥 但是我們還有可以用半肥的方式 來取得我們所要的這些肥料 所以我們也鼓勵大家來半肥 那農委會我們的台肥會提供必要的協助 那麼除了肥料的供應以外 農委會事實上也都準備好紓困的方案 那包括擴大農資貸款規模提高行銷補助等等 要來降低我們農業受到衝擊 那麼政府會跟農民站在一起 事實上我們各行各業在這一次的疫情裡面都受到影響 所以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說 希望在各行各業從事的人不要因為疫情的結果 導致收入急劇的減少 所以我們對於農民的所得 在這段時間我們也會盡力的一起來維持平穩 那這也是我們疏困工作的一部分 那我們因應疫情 在這段時間我們大家都很努力的投入 那也希望能夠盡一己之力 提供協助給其他需要的國家 不過這幾天我們也聽到 這個WHO 的幹事長 對臺灣做了一些不實的指控 那麼這個指控確實會嚴重的誤導國際的視聽 那作為總統 我昨天已經表達了我們最強烈的抗議 不過我相信 WHO 的幹事長他這樣說 是因為他不瞭解臺灣 所以我也邀請他 能夠排除障礙 排除壓力 能夠來臺灣看一看 看一看臺灣的政府跟人民 同心協力我們一起抗議的過程 我們不論是守護人民的健康 或者是參與全球防疫的工作 我們都做得非常非常大的努力 那各行各業也都發揮我們的專業攜手同心 那我也有信心 我們一定會一起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那這個星期呢 我到桃園機場到藥廠 看我們防疫車隊跟製藥的國家隊 今天我們到台北來看肥料的生產 這是我們團隊作戰的一部分 每一個人都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那麼我要謝謝大家 作為國家的總統 我感到非常的驕傲 也非常的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掌聲謝謝蔡總統